杨茜茜 英雄就美 转角遇到爱 果然是漫画才有的剧情 妈妈生我的时候 满产冷酒 所以给我取名花 小 石 我呢 只是一个摘掉眼镜就完全看不清的平凡女生 平凡恋爱 平凡成家 但即便如此 平凡的我也会幻想漫画中的初恋 期待有一个男人 不去争取一下 怎么知道是梦还是现实呢 今晚就去和蒋世奇表白 你要跟蒋世奇表白了 这要成了 蒋世奇就是你的初恋呗 初恋 小陈你没事吧 长没长眼睛 没看到这里有车吗 这里是人行道 本来就该是车让人 你个小丫头骗子 你还挺会说啊 老陈 他们都是我同学 你别生气了 要不我送你们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儿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华小迟 只要说我喜欢你就可以了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华小迟 华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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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唉 唉 唉 什么情况 唉 蔣世琪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谁 你不记得我了吗 没事 没事吧 世琪 士奇 你没事吧 我刚刚不是在马路上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说什么呢 这是蒋士奇和陈欣颖的定婚宴呀 定婚宴 2022年 十年后 先别管这些了 我们走 花小池 北欧娜 你干什么 花小池 你把新颖的订婚宴搞得一团糟 你到底暗的什么心啊 算了 菲娜娜 花小池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订婚戒指不见了 戒指不见了 花小池 是不是你偷的戒指 我没硬哦 你别随便诬陷人 我诬陷你 你觉得在座的除了你还有谁会偷戒指啊 你不是故意不竞合 我诬陷人 我已经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您的大地鲜 我不是真一样 我没想到 你不是好 为什么破坏我的金铜盐 今晚就去和蒋世奇表白 只要说我喜欢你就可以了 张伯 诶 志琪 没事吧 我是隔壁高中来的 我叫花小池 我不是来高伴的 花 师 妹 装面人生 蒋世奇 全国最热门的体验 世界500强蒋世集团的风云人物 学生时代他就叱咤风云 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客 吃个饭这么帅气 哭了 打个球这么潇洒 Coolest 将帅气与潇洒贯彻到极致的蒋世奇 今天蒋经理不能接受采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蒋经理不接受采访 实在是不好意思各位 各位改天再来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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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辛苦 这就是蒋世集团的董事长蒋成 范长 为什么不是蒋世奇呢 蒋世集团作为家族企业 原本运由蒋世奇继承 可惜十年前 蒋世奇意外溺水 陷入昏迷 他错过了进程公司 公司也落空了堂哥蒋成手中 等他醒来时 居然失去了记忆 还换上了情感冷漠阵 无论面对火山爆发 还是地动山摇 他都不会有任何情感起伏 然而啊 呢 人物是大家有任何情感 你还换上情感 你们会有任何情感 整个人都不会有任何情味 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情感 有任何情感 我们下情感 乔房子 正在一心 你今天怎么了 师爷 我好像穿越了 什么 没发烧啊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小池 你告诉我 你这个病多久了 真的 我上一秒还在十年前 就是我要和蒋世奇表白那天 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要不我帮你约个心理医生吧 蓝师爷 你到底要怎样 才能相信我 不就是蒋世奇的订婚宴吗 有什么好怕的啊 走 可是 我不想去 要我相信也可以 你呢 现在就给蒋世奇打个电话 告诉他 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为啥啊 你照做就是了 蓝师爷 你怎么 蒋世奇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好 我信了 蒋世奇肯定会杀了我的 那可不一定哦 你说蒋世奇失忆了 还患上情感冷漠症 你没发现他不记得你了吗 他忘掉了一部分记忆 现在心里只有陈欣盈 所以啊 他才不会在乎你骂他呢 还好阿姨和隔壁老王去旅游了 不然让他知道 他女儿从十年前来看自己 不给吓死 他也不认为了 居然一晃眼都十年了 我这十年都在干什么 简单点概括就是呢 表白失败 情绪低迷 堪堪毕业 惨惨工作 乏善可神 毫无标 就连你最喜欢的大提琴 我也再也没见你拉过 还以为 勇于跟他表白 至少我的初恋不会有遗憾 没想到更惨了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一下子穿越了十年 想想也挺好玩的 当然是穿越回去啊 我可不想一下老十岁 怎么回去啊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个办法 你确定 电击可行 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吗 华小迟 这才不到五幅呢 你至于吗 我觉得 或许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你等等 还是我自己来吧 站住 别过来 别过来 站住 华小迟 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这女人特地打电话给我 就是为了骂我玩八蛋 张医生 你说她是不是有毛病 蒋先生 除了这些 她还做了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我叫华小迟 我不是来告白的 这个 不就是要钱吗 放开我 你就别想走 我 是 鬼 穿越回去太难了 华小迟 你已经空空半天了 你还想不想干哪 什么情况 我还要上班啊 当然啊 你都已经三十岁了 已经不是大学生了 早已经是九九六的社畜了 老板 我这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 我们还继续做食药吗 算了吧 还是保持工作药 一样的 好紧 行吧 我送你去公司 阿小迟 怎么了 做噩梦了 没 没事 我去给你查一查 到底怎么样才能回到过去 你 你 做噩梦了 你 你 我 有点 你 有点 可以 你 你 帮助吗 你 要死啊 现在几点了还不出门 本小姐在敷面膜 再等五分钟 你翻墙的时候可别被叫道主人逮住啊 到时候有你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别人 哎 那个同学 请问蒋师齐在吗 赵正齐啊 你等一下啊 不准走啊 假设计 哦 有同学喜欢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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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明白 明白 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尾铁站吧 拖散成那样了 说尾铁给你早就行动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那是我的车 拿去 不就是要钱吗 这些钱足够你买谁辆新的 不好意思 生花了 那个女生好像不是我们学校的呀 现在的保安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是骂了骂了狗都敢放弃的 华师妹 我皮家里的照片呢 你把她弄哪去了 你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就没看到什么照片 你这个人 贪财就算了 手脚还那么不赶紧 蒋世琪 你有没有脑子 我要是贪财的话 有不要大老远跑来换你皮家吗 那我的照片哪去了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给你好像不认得狗 你让她说话 我会拿到你这条件 我尽住你 我跟他说话 你应该把她打到你了 你为什么要说话 你不是说话 你不认识配合车 我已经在认识你了 我说话 你不知道 我敢走 你不认识你了 有人吗 周恩医生 你回来了 蒋世琪 但是不是她是我的 有人吗 专业师 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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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梦境里的画面吗 这 姜姐弟 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就扒你结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擦一下 擦一下 抱歉啊 您误会啊 事情不是一场面啊 姜先生 这个叫花小吃的女生 对于你的病情有一定的帮助 建议你们多多接触 花小吃那种女人 她不搞破坏都已经很好了 还指望她能帮上忙 张医生 你的治疗方案 真的没问题吗 我帮你治疗了这么多年 该用的方法也都用了 可却比不上她的出现 你说有没有用呢 士奇 就算你记得小吃 那都是些不好的记忆啊 难道你想要记得的 都是些不好的事情吗 江先生 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 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选择权还是在你 爸爸妈妈 江城哥哥 我爸爸妈妈呢 姐 听说最近张医生给了你一些新的治疗建议啊 不打算试试吗 我的所有回忆都告诉我 要远离那个女人 她还能帮我治病 不可能 那 为什么她能帮你恢复病情啊 谁知道啊 会不会 你压根就不讨厌小吃 甚至 你曾经还 她们把腓的美好 你一直看 都不讨厌小吃 怎样 不讨厌 是的 这是不讨厌的 是不讨厌的 没有 如果她在这边 我上个前面 没什么 对 能讨厌 你的心跳 就算能检测心跳 华晨问也不会出现啊 谁说的 他早就来了 他在哪儿 这就是我们的 花小池同学 虽然不是真人啊 但是他有着 胜似真人的容颜 身高虽然也差了一点 但是 你可以抱着他办公 你可以抱着他吃饭 你还可以抱着他睡觉 我相信 这个对你们恢复病情 有很大的帮助 死马刀 活马医 你就试试嘛 你还可以抱着我 你还能让他出现 我相信 你还能让他家里 我还能让他 他身边 我还能让他 你还能让他 你还能让他 我还能让他 他那边 我还能让他 我还能让他 有着 我还能让他 我还能让他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一个女孩救了我 最后 我是记得这些 其他我都想不起来 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吧 别再想了 那次是你救了我 是 是我救了你 那次溺水之后 你就跟我表白了呀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你还答应我说 我们一毕业就结婚 我怎么又做这种梦了 应该 只是梦吧 感冒了 这三十岁的身体啊 果然经不起折腾了 真的老了 眼闻都有了 最近怎么感觉有人跟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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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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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丑的包 你还当个宝贝似的 我不觉得他丑 这是我十五岁时 我父亲送我的礼物 你父亲 你这么生气 是因为我父亲的父亲 对了 我跟你说啊 我最近联系了几个物理实验室 看看他们能不能把你送回去 他们说呀 有一个研究虫洞的博士 下个月可能就要回国 到时候我们可以问问他 怎么还要一个月 怎么 你这么着急离开我呀 那倒不是 就是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早点回去 什么事啊 我做了一些梦 梦 令人在水中缺氧时间过长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之前我做的几个梦都实现了 我怕就连这个梦也会实现 所以我想如果我早点回去的话 这件事情会不会就不发生了 还有这种事啊 那这个也只是梦而已还没有发生 你不用太担心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啦 这个就是你个胃了 你说经理也真是的 他真把华小吃给招进来了 他就是一个小客服 能指望他做什么事情啊 算了 算了 大家都是老同学嘛 我就是担心 小吃如果做得不好 他自己为难 到时候同组的同事也为难 大家都不好办 欣盈 你就是人太好了 到现在还在为那个花小吃讲话 我担心啊 他这个人就是一颗老鼠屎 到时候准脱你后腿 可他是士气召进来的 我也不好说什么呀 虽然我不能够直接辞退他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 让他知难而退 华小池 这些文件拿去复印一下 华小池 给我去买杯咖啡 华小池 宣传部的宣传册已经答应好了 你去取一下 华小池 你去设备部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取过来 华小池 我的快递在楼下 华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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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明天讨论餐厅的开幕式 你把公司之前做开幕式活动的资料整理一下 做成一份文档交给我 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大家都下班了 你还让我去整理 我怎么可能做得完 可是你今天一整天 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啊 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任务而已 这么简单的工作 你都做不好吗 陈欣颖 你故意的吧 白天让我跑腿 下班了才给我布置镇上 小池啊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没有啊 别抓我 有话直说 华小池 我只是想让你 整理资料而已 你不想做 也没必要把齐塞在我身上啊 我 我明明 士奇 我送你去医院 蒋世奇 真不是我推的 死蒋世奇 臭蒋世奇 明明是陈欣颖自己摔倒了 关我什么事啊 以前给他打工当终点工 现在都穿越到未来了 还得给他打工 华小池 你怎么这么惨啊 这就是那个定制的大提琴 那可不 我可是拖了好多关系才搞到的 师爷 爱死你了 你别忘了 这买琴的钱 是罗密欧的发小玉枝的 你到时候还得给人家 当保洁阿姨还钱 我知道我知道 你放心 这么好的老板 我怎么可能怠慢呢 保证完成工作 有人在家吗 找谁 你 你 叫一下 不就是要钱吗 这些钱足够你买谁让新的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家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 我是新聘用的保洁 今天来报到的 保洁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进来吧 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进去睡觉 对了 我们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没有 没见过 肯定没见过 不可能 一定在哪儿见过 你不是要去睡觉吗 快去睡觉吧 我要工作了 我要工作了 不好意思 我马上弄干净 马上弄干净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 落下停车场保全的女儿 我是 居然还敢承认 你真以为我没认出来吗 偷我照片的 花 吃 妹 花吃妹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偷我照片就算了 还特地来我家当保佳姨 你 你误会了 我不知道这是你家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 我肯定就不来了 你换个人吧 我不干了 要走可以 把钱留 我再给我 承讨 我带你 不得了 你 我 也不得了 不得了 在哪儿 你有没有 那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吃了 快走吧 为什么突然要走 我不要 我要把这个披萨吃完 我刚吃了一口 华晓芝 你看看你的右边 怎么了 陈欣 你别闹 快把他丁下来 别让他发现我们 有必要这样吗 看见了又能怎样啊 不行 你爽快地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不行 你说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说你坏坏的对不起 她不是对您喊好吗 你没看见她对面做个女的吗 这姑娘长得还挺漂亮 这么好的妹子被这个混蛋给糟蹋了 所以说啊 你不会看人 我听罗密尤说啊 这个女的可难缠了 一直利用这一点她救过蒋世奇 一直缠着她不放 蒋世奇快疯了 从罗密尤和蒋世奇是发小这件事情 你这个新男朋友有多不靠谱 这么乖巧的妹子居然这么说她 你还走不走了 我先去结账 你快点出来啊 诶 你等我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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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擦了 不用擦了 包吃飞 嗨 好巧啊 怎么那么巧呢 呵呵 哇 你迟到了十五分零 三十二秒 平身吧 来 奇怪 这是谁啊 黄师妹 你在磨叽什么 脑桶刷了吗 这个 刚才在沙发下不小心发现的 你在哪里发现的 就是沙发下啊 这两个人是谁啊 你 沙发 怎么会在沙发下 华师妹 我皮夹里的照片呢 你马上都拿去了 你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就没看到什么照片 这该不会是 你之前皮夹里那张照片吧 是不是 就是你和我要的那张照片 蒋世奇 我在问你到底是不是 是 是 是又怎么样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冤枉我 我跟你解释了你却不听 还一口咬定我就是小偷 你这个人真是 我 我这个人怎么 冤枉你又怎么了 你还不是这样来我家当保家医的 你 怎么了 不想干了 不想干可以 你把钱拿出来 你随时都可以不干 你把钱拿出来 冤枉人 死蒋世奇 臭蒋世奇 有钱就了不起吗 有钱就能随便使唤人 随便冤枉人吗 好问题 你闭嘴 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太神经质了 怎么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啊 鬼啊 黄尚伟 是我 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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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江总 我在蒋世集团干了二十年 你别干准我成嘛 哎 你先起来 老刘 辞退你是公司的决定 我呀 也是按张办事 好 哎 你一定不能通融通融嘛 我上有老 下有小 fert费 你告诉我 对 华氏眉 你让我一个总经理帮你整理冷酷 就是重新计算一下新进的货物嘛 你堂堂一个经理 这点事情都做不了 才乐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邱学 你相信我 是相一不 кол期的 华世妹 华世妹 小世奇你没事吧 你 你就不先关心关心你自己 走 我送你去医院 我找你 喂 蒋经理 你有什么事吗 被碰冷酷了 好好好 我这就到 这就到 老师妹 你没事吧 您放心 把我喝的人很快就来了 汤库里好像还有几瓶酒 可以用来取暖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酒是不是假的呀 我怎么喝了一点用都没有 你这酒是不是假的呀 我怎么喝了一点用都没有 你这酒是不是假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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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在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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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酒是不是假的 小迟 你也在 是琴 我先走了 拜拜 那个 明天的派对要干什么呀 只是吃饭吗 是新派对哦 主题是小丑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穿着小丑装FM的 好奇怪的主题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准备一道自己做的拿手菜 这个你知道了吧 真的吗 谢谢你提醒 不客气 拜拜 拜 不就是做顿饭而已吗 有什么难的 不是小丑主题的派对吗 这什么情况 小姐 请不要站在大门口 会妨碍别的客人 不是的 我也是来 请不要站在大门口 你这样做我们会很为难的 不好意思 我是来参加派对的 你快放开我 参加派对 那你把邀请函拿出来我看看 邀请函 我朋友没有说有邀请函 他就直接告诉我 告诉我到这来 像你这种想混进控趴 骗吃骗喝的 我骗多了 趁我脾气好的时候赶紧滚办 你要是站到事的话 我就叫警察了啊 你快放 怎么回事 秦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是她 没有邀请函 非要喘进来 这谁啊 怎么穿得跟个小丑一样 Romeo怎么会邀请这样的人 来我们的派对啊 这好像是小池啊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不是你说小丑主题的派对吗 我没有啊 喂 是你自己土包子 把烘趴当成新派对 穿成这个样子 跑来丢人现眼 你还怪别人啊 你不掂量掂量 你自己是什么货色 什么地方都敢进 哦 原来小丑 说的就是你啊 不要 没事吧 没事吧 对不起都怪我 最近太忙了 我应该给士奇张邀请函呢 起开 没事的是我自己没问清楚 小池你还好吧 没事我就是 是陈欣颖让你穿成这样的 这死绿茶居然敢欺负我的人 看我不弄死他 诗言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说他自己笨 说什么都行 关我什么事 花小姐 罗密欧先生说您的衣服脏了 还是换这一套吧 不用了 这个地方不适合我 我还是回家吧 你要干什么 不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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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啊 你这样穿 简直是 太好看了 诗言 你这什么鞋啊 也太难穿了吧 少爷 我已经以文妙先生的名义 将去给了花小姐奉取了 做得不错 这什么破鞋 真的痛死我了 这位小姐 请问你想要跳舞吗 好啊 不过我不太会 太好了 愿意 这里有座位 哇 谢谢啊 我女朋友刚跳过扭伤了脚 我正好想让她休息一下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就她那德行 怎么可能有人真的邀请她跳舞 不要这么说凶哪 花小植今天穿的衣服 也很可爱啊 不是吧 欣颖 您说她那套 丑到爆了的小丑服 一群戒人 有完没完啦 门诗言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不要以为你是罗喵的女朋友 我就不敢动你 哼 诗言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呀 我们只是跟小植开个玩笑罢了 开玩笑 那要不要让本小姐教一教你们 什么是开玩笑 门诗言 你疯了 诗言 小植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 不用打也没做什么呀 是没做什么呀 被当枪使了也不知道的工具人罢了 我这是在保护欣颖 免得有些人 借着保洁阿姨的油头 又做什么下作的事情 邦 陈欣颖 笑死人了 陈欣颖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蒋世奇什么人吧 谁不知道蒋世奇是出了名的playboy 你不过是她一堆女人中的一个吧 说不定啊 她明天睡醒都不记得你是谁了 算了 诗言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欣颖 你们给我站住 手滑了 是不是手滑你们心里没点数吗 蓝诗言 你们可就两个人 要打架心里有点数 无知 陈欣颖 我今天不给你的颜色看看 老娘就不姓蓝 你要干什么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别打了 你别打了 打死你们两个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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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打了 放开我 老娘还没打够他们两个呢 放开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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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小迟 当年救我的人 你到底是不是你 霍师妹 我们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霍师妹 我们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霍师妹 你没事吧 蒋儿媳 现在几点了 你还加班 你有没有人性啊 我被 不要那么凶嘛 你闭嘴 小迟 你没事吧 我们走 你恢复怎么样了 要不去医院看看 没什么 冰库的门怎么突然关了 原因查到了吗 我查过监控了 是项目部的老刘干的 他最近因为公司辞退了 他最近因为公司辞退了 酗酒后故意关了兵库 不过我们已经把他扣押起来了 法务部可以随时起诉 算了 不用为难他了 算了 我没时间 我记得要是 我记得说 太阳光了 你好 可不可以 你 검찰认得是 我 我先来 我先来 你给你 你帮我 你给你 你给你 你给我 你给我 我奔心 你给你 你给你 我 我 完了完了 又迟到了 花小池 你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啊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到底怎么了 这么凶干嘛 开幕式的KOL 因为你的疏忽过敏了 现在正在找我们追责呢 我看过他资料的呀 没有说他是过敏体质 陈总监 KOL对这次的策划非常满意 唯一的问题是 凌姐可能会对一些化妆品过敏 让我们在开幕式的时候注意一下 过敏 严重吗 就是普通的过敏 但是过敏的时候脸上可能会血红疹 可能会影响开幕式表演 不过敏 严重 小池啊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简单 所以我才交给你来做的 可是现在 却这样 欣盈 你还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 这件小事都干不好 依我看 直接辞掉算了 对不起 这都是我工作上的失误 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江先生 我和你认识了十年 还是第一次见你笑 冒昧地问一下 你和那个花小姐最近还有联系吗 她现在在我公司上班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也让我想起了一些过去的回忆 她好像 没有我一开始认为的那么讨厌 我们测试的结果显示 通过你对花小姐的相处 你的情绪 你的记忆 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我们给到的治疗方案是 建议你们继续接触 霍老师呢 到几点了还不来上班 小池姐 她被陈总监给叫走了 好像是为了看幕式的事情 林姐 林姐 张哥 林姐 非常抱歉 这次化妆品过敏是我的问题 我一定会负责的 你负责 你知不知道这次我粉饰了多少 你一个小员工 凭什么负责 就是 还端个水来道歉 算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好意思 我不太懂这些 林姐 张哥 是我的员工淡漫了 我这就让她已久赔罪 来 就意味啊 这也叫诚意 至少得这样 才算赔罪嘛 他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 人家都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你不能不给人家面子 这姑娘没事吧 我也不是真逼她 就是想让她认真道个歉 林姐放心 我们员工哪有那么娇弱 几杯酒都喝不了 我帮你们去看看 嗯 好 林姐 这小池可能是蒋经理招进来的员工 有点后台 所以怠慢了 这蒋经理的人 您也别太计较 怪不得这么搓心 原来是蒋世奇在撑药 问明明你是主人 有点顾色 估计 里面 小琉呢 你没事吧 是不是喝多了 哥送你回家 不用了 别跟哥客气 都是自己人 走 你放开我 跟哥走啊 跟哥回家 说人 讲 讲讲 什么 小植被士气带走了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合作 犯了错孩子会嚣张 林姐 这士气哪懂这些啊 一定是小植跟她说了什么 士气才会这样 都是些什么人哪 弄上我的脸 我说还打上我的人 陈总监 这次合作 有他没我 又我没他 士气 你怎么能把花小植带走 林姐他们为难你了 你说呢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那边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姐 但这次合作方人品有问题 我看这次合作还是算了 找别家吧 还是别换了 还是别换了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KOL也不容易 而且 而且 林姐已经答应继续跟我们合作了 对 辛苦你了 花小植 我就等开幕式 看你要怎么收场 林姐不来了 可再过一个小时 就是开不试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当时你要是好好道歉 我们也不会这么被动啊 你不是说 之前已经解决了吗 我 我当时是谈好的呀 可是你们一个伤了林杰的脸 一个打伤了她的经纪人 她故意委员要耍我们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算了 没时间了 我想别的办法解决了 办法也不是没有 刚刚林杰给我发消息 说 她可以过来 但是 小植必须要离开 士奇 我再好好跟林杰聊聊 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吧 蒋士奇 这次事故 主要责任在我 你要辞了我 我也没意见 本来 这次事故 就是我的错 这是什么 这个 小师姐的简历 之前小师姐入职表匆忙 HR让我帮她整理一下资料 花小吃 还会拉大提琴 我 不 经理 你没事吧 经理 没事 你去找一把大提琴来 啊 经理 我们不会是想让小师姐上台演出吧 她 她要是根本不会怎么办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到底你是经理还我是经理 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我也觉得要不我还是去换掉吧 不用换 你这样打扮很漂亮 你要我上台表演 不行的不行的 这么重要的表演 你交给花小池 这要是搞砸了怎么办 就是我能不能够 你不肯定是你 走 你把你拿起来 他把你拿起来 我把你拿起来 想uppress 你把你拿起来 不花樣 都没看得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一些后勤的工作 就交给同行公司了 是 志琪 累了一天还没吃东西吗 小植 你去餐厅 给志琪拿个三明治果来 哦 好的 你你你 四郎 四郎 在哪里 我 我不是四郎 小姐姐 你误会了 我才没有误会 刚刚明明是你站在我身后 还 还偷摸我屁股 我说你这小伙子 看着挺一表人才的 居然还干这种事啊 你们肯定误会了 真的不是我 这里除了你 还能是谁 刚才这位服务员小哥哥 一直站在我的对面 人影的捕捉速度 约为二十四分之一秒 除非我的速度 比二十四分之一还快 否则 你一定能看到我偷摸的动作 我 我没注意啊 你没有注意 是为你的视力 刚才没有动态变化 而人影的动态范围 约为一百九十度 在这个区间 即便你没有注意 也能够捕捉到我的行为 除非 偷摸这个行为 在你的视野盲区 也就是 被小姐姐挡住的你的位置 抓索狼啊 我刚才差点就让他逃跑了 蒋玉冰 你怎么在这儿 小 小说 蒋玉冰 你怎么在这儿 小 小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好意思 你认错人了 你这怎么了 不是去吃饭吗 你怎么回来了 先别去那家餐厅了 我小叔在 那不是正好 可以叙叙旧啊 我回过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呢 要是他告诉了我爸 我爸肯定要让我学经纪了 还是先别让他们知道 量子瞬间传书 这不就是我们前两天 参观的新技术 他们这么快就发文章了 是啊 就知道你感兴趣 所以我特地带给你的 没想到我们国家居然 还有这么厉害的实验室 有机会 一定要多学习学习才行 太阳都晒屁股了 快起来 姐姐 我已经被蒋世奇 揉临一个月了 好不容易睡个懒觉 你就放过我吧 你想不想回家 啥意思 我都回去了 想回家呢 就起床跟我来 是你 你们认识啊 也不算认识 就是之前见过一面 你该不会就是诗言说的 那个蒋博士吧 这么年轻啊 别站在外面说了 里面起 嗯 华小姐 听说你遇到了 特别棘手的事情 很棘手 非常棘手 超级棘手 一定是你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你放心 我也做了好几年研究员了 有什么事没经历过呢 你说说看 江博士 我穿越了 哎 水水水水水 抱歉 抱歉 我知道 这事很难让人相信 但都是真的 嗯 那你详细说说 比如 你是怎么穿越的 那我从头说起 我完全相信 霍裤 我完全相信 他是起ishing 我详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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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详细说 你详细说 我详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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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 不相信我 我觉得 没人会信这种事吧 这样吧 花小姐 我会把你的问题先记录下来 如果有进展了 我再联系你们 刚刚林姐联系我 她说你以我的名义解除合约 所以开梦那天她才没有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 我就是想让小池离开公司 为什么 我找她进公司 只是和她想多接触 好帮我恢复记忆而已 自己的未婚夫是想要跟别的女人多接触 你觉得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士奇 你就不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吗 过去那些记忆 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抱歉 是我说服了 士奇 比起过去那些记忆 我更想和你创造未来的记忆 怎么回事 陨石 陨石数据有变化 什么陨石 就是一二年掉落那颗陨石 你不是怀疑那颗陨石跟虫洞有关系吗 那现在数据还有变化吗 现在 没了 刚刚花小姐她们一走之后 数据又稳定了 花小姐 别走 你穿越的事情 我们还能再聊聊 来 新郎往前走一点 甜蜜一点 来 互相看一看 对吧 我去学校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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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奇 到时候拍完照片 我们一起去看看酒店吧 哦 玉边偷偷回国了 我去学校看看她 嗯 哦 也行 那我先去看看 到时候照片发给你 我们一起选选 哦 花小姐 我刚才和陈博士做了相关性分析 发现只要你靠近实验室 实验室里那颗十年星落下的陨石 就会发生共振 这极有可能和你的精力有关 花小姐 那我是不是可以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在公司吗 怎么会在这 我输 我输 你们居然是输职 花小姐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在公司吗 一个月之期已经结束了 我和你的债务已经一笔勾销了 蒋博士 别管他了 我们继续聊聊我们的实验 对对对 实验实验 刚刚说的内共振啊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验 来进一步证明 他到底有没有暴放在眼里 而且玉冰是一个学物理的 跟他有什么好聊 江先生 你的这种行为 通俗点解释就是 你吃醋了 怎么可能 你在开什么玩笑 吃醋是人潜意识的表现 是你对情感专属和害怕 失去的一种保护 可能是因为你情感的缺失 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张医生 你最近的水平是不是下降了 你可以质疑我 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知道答案 张医生可是心理学教授 发表过很多文章的 他怎么可能诊断失误 张医生居然说我为了花痴妹吃醋 你觉得可能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呢 那你为什么见到小吃 跟玉冰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生气啊 总得有个原因嘛 我 我就是担心我们家玉冰 被花痴妹带坏了 哦 你担心这个 他俩差一个辈分啊 你想太多了 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没有少了 你知名的 还可以 你脅下来 我发芯分析了 我赶紧 你那边 你还有别人 你在现在 我对伤心这种事真的没兴趣 喂 首先 这不是相机 这是为了传播你物理学不是的优良基因 其次 我给你介绍那个姑娘 她也很喜欢物理学 真的 我给你介绍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着我摆不了来 你笑得像小孩 让我快坦白 有什么隐瞒 我傻笑着说不出来 难道我的线索 全都被你猜 计划要被发生的 我有一点点不爱 快快快快快 我赶紧掩饰我拿 所有的坏